拜登之子航特近日卷入了硬碟门 为美国大选投入震撼弹 最初媒体报道 提供硬碟的是中共体制内 对于习近平专制不满的人士所提供 近日更进一步传出 其实此事与薄熙来有关 综合报道 美国华人自媒体路德社 在今年9月底曾经揭露 由于中共内部不满习近平的势力 效忠江泽民 曾庆红 以及孟建柱等等江派党员 分别的将三枚电脑硬碟 提供给美国司法部 美国民主党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以及美国总统川普 近日加码指出了 提供硬碟的就是薄甜甜 是薄熙来与某位大明星的私生女 路德社指出了 柏田甜才是三枚硬碟案的核心人物 包括了曝光 递交等等 他都担任了中间人的角色 柏田甜一直在为叶简明工作 是他的国际事务经理 也是对拜登的联络窗口 而当初习近平在调查之后发现 叶简明后面是柏田田 就知道绝对是薄熙来的势力在反攻 于是抓捕叶简明 另外三块硬碟指的也并不是硬碟的数量 而是相关资料所涉及的三大层面 第一是拜登家族的犯罪证据 第二是习王海外基因财富图谱 秘密私生子女 第三则是习近平的生物武器 控制全球的计划 路德社也透露了 柏田田人还活着 目前被郭文贵所发起的爆料革命保护着 而柏田田为何选择出面爆料 外界推测可能跟2018年海航CEO王健之死有关 就连王健都被杀了 其他人也担心会殃及到自己 另外一个可能原因 是习近平的亲党政治活动 快要轮到反习的共产党员了 所以其他人认为现在非出手不可 拜登次子航特的硬碟们 可以说是今年美国大选的10月惊奇 外界不断地推测 拜登在航特的中国生意中 究竟牵扯了多少利益 而根据最新消息 自称曾经为航特事业伙伴的包布林斯基 在22号发表声明 证实日前公开的2017年5月13号的电子邮件是真的 他就是其中一名收件人 而信中所提到的大人物正是美国前副总统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 而且拜登对航特与中国的交易是知情的 纽约邮报日前公开的航特邮件中提到了 代号H的人将会得到20%的股份 另外大人物则会拿到10% 包布林斯基透露 航特通常都会称呼父亲为大人物或我的董事长 所以这议程的股份应该就是拜登所涉及的利益 另外拜登否认自己与航特讨论事业 包布林斯基也出面抨击 表示他亲眼见过拜登曾经与航特讨论过滑行能源的交易 因为这不只是航特的事业 他们还曾经说到 他们正在将拜登家族的名号与财产推入风险之中 根据这最新的爆料 将拜登重新的推入航特印第案的核心角色 形象受挫的同时也让选情更加胶着 不过民主党的恶好却还不止于此 美国媒体持续播报拜登与中国利益的纠葛 甚至还挖出了克林顿夫妇的历史 美国媒体国家脉动今天报道指出 拜登一家不是第一个从华性能源获利的家庭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及其妻子希拉蕊 就曾经借由同名的基金会 收受最高10万美元的捐款 国家脉动的报道中 另外引述了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指出希拉蕊2016年竞选总统时 基金会的捐款暴增 而当时除了一些外国公司 华性能源也被提及了 表示是该基金会的赞助者 这些消息再次重创民主党形象 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中日双方已经开始协调 中国外长王毅的访日行程 上一次中国高级官员访问日本 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在安倍政府时期 也就是在2月下旬的时候访问 本次王毅到访日本 为美日印澳外长会谈之后 当时北京当局极力的谴责 四国试图组成小北约制衡中国 预想王毅本次访日 将会针对这样的事件 以及钓鱼台问题与日方协调 而日本首相菅义伟 刚刚结束了上任后的初次外访 极具异议的初次外访 选择了东南亚国家 让外界认为 这是否代表着日本方面有意 要与中国拉开距离 BBC报道 在21号下午 结束了一共四天的出访行程 菅义伟其中到访了越南 与印度尼西亚两个国家 他与两国分别就出口 日本防卫装备 以及技术达成了共识 并且强调要维持南海的和平与安全 与此同时 这两个东南亚主要国家 还对日本供应链调整转移 以及在域内的投资计划表示欢迎 分析人士认为 从菅义伟的海外首次访问 可以看出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有意抗衡 中国在域内的影响力 而在中美摩擦不断升级的大背景之下 这些国家都在努力地 与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菅义伟访问越南时 又再度提及南海问题 还不点名地批评 中国违背了在东盟展望中提到的 基于法治与开放性原则 日本强烈反对任何 让南海紧张局势升级的企图 研究中日关系的香港大学政治 与公共行政学系 兼任讲师冯祖健直言 这很明显是给中国的警告 与此同时 菅义伟在访问过程中 海与越南和印尼 就出口日本防卫装备 及技术达成共识 这也可能会引起中国担忧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互动显示了 在中国与美国紧张气氛 不断加剧的情况下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 对于彼此会更加的看重 美国智库史丁森研究中心 东亚项目联系主任 兼中国项目主任孙韵就指出 从东南亚国家的民调来看 中美两国在这一个区域的信用 与声誉都在下降 而区域内国家 期望日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不过菅义伟本次行程 也并非为了疏远中国 因为东南亚一直都是日本的外交重点方向 冯总监指出 菅义伟希望可以在中美两国之间取得平衡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 今天在人民大会堂发表了抗美援朝讲话 这把持续数日的抗美援朝纪念活动 推上高潮 法广报导指出 金正恩也特意前往中国人民志愿军陵园献花悼念 发表了讲话赞颂中国人民志愿军 为伟大胜利付出的历史性贡献 与中方的高调庆祝很默契 回顾五年前抗美援朝 65周年纪念时的情景 金正恩这一次清零纪念 形成了强烈对比 五年前 两国关系表面上都似难以维持下去 金正恩坚持不与习近平见面 自从美朝谈判陷入僵局 习近就开始和好 报导指出 中朝双方都是完全的按照需要来纪念这场战争 邓小平后期江湖时期 纪念抗美援朝是越来越少 似乎给人一种越少提越好的感觉 北京处于靠拢美国的需要 同时兼顾自己的利益 也不希望自家身边潜伏着一个虎视眈眈的核武国家 朝鲜方面则是要突出主体思想 战争的胜利都是在金家祖先的英明领导下完成的 所以几乎不提几十万中国军队的流血牺牲 而借自韩国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后 朝鲜有种大梦初醒上当受骗的感觉 到了2017年 朝方官媒公开地指责北京跟着美国随波逐流 而金正恩上台这几年大力发展和计划 与希望在美国与平壤调节的北京的关系处于冷却阶段 而由于朝中社发文指责中国不知道感谢 人民日报公众号侠客道 在2017年居然第一次的公开发文 指出朝鲜战争是朝鲜发动的 归纳该文有几个看点 第一 指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 第二 自认中国被动卷入其中 第三 叹息中方付出了几十万的生命 第四 中方参战引发中美对抗长达二十年 点明了中国为何被西方封锁的缘由 第五 毛泽东抗美援朝 美军宣布进入台湾 解放台湾就此搁浅 但仅仅三年之后 习近平的中国离1972后 中美关系正常化后的美国越行越远 与世界上最孤立的独裁国朝鲜 却是越走越近 官媒当年甚至说出了中美关系正常化 是对朝鲜战争的和解 按批朝鲜闭关锁国 如今却又扛起了抗美援朝的大旗 美国则是发现对华接触政策失败 中国没有兑现大部分的承诺 而法新社的专稿也提及了 金正恩这一次参见中国志愿军林园的举措 凸显了这两个邻国的新关系 这与五年前中国援军入朝65周年时的情况 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报道指出 儿子死于朝鲜战争的中共原领导人毛泽东 将中朝关系形容为纯齿相依的关系 后来这个关系因为平壤的和武雄心出现了动荡 但是在美朝谈判陷入僵局后 平壤与北京又亲近起来 仅仅三四年 中美朝关系却能有如此大的转变 三年多前 北京尚能够反思朝鲜战争的由来 如今却是大庆特庆抗美援朝取得的巨大胜利 三年多前 官媒称2017年4月 美国在佛罗里达棕榈滩的海湖中原举行的席特会 为未来45年的中美关系而谋划 虽然有些异乡情愿 但谁也不会料想到 三年后中美关系却大踏步倒退 落到了如此败坏的地步 近期台海局势升温 中共对台湾虎视眈眈 而先前有美国专家认为 美军应该重新驻防台湾 才可以震慑解放军 不过美国在台协会前理事主席 布鲁金斯研究院 东亚研究中心之身研究员普瑞则表示 如果美国重新在台湾驻军 可能会导致美中断交 因为当年美中关系正常化的条件之一 就是美军撤台 综合媒体报导 华府智库战略纪国际研究中心 22号举行迈向更强劲的 美台关系报告视讯研讨会 在被问及美国重新在台湾驻军的可能性时 普瑞则表示 首先很重要的是 发生冲突的时候 台湾军队要能够坚持数个礼拜 甚至好几个月 美军才可以全面抵达 而这对台湾军方来说非常不容易 如果美军决定向台湾派兵 台湾或许会认为台湾任务已经结束了 因为美国将会确保台湾安全 因此台湾将不再考虑投资防卫 或是提高后备能源 普瑞则还指出另一个问题在于1970年代 中美关系正常化所设定的条件之一 就是美国将军队跟设施撤离台湾 如果美国现在决定对台湾再次部署军队 北京或许将会承受到极大的压力 可能会因此要求终止或是取消跟美国的外交关系 因为这个举动破坏了双方建立外交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 华府智库战略记国际研究中心 亚洲事务资深副会长格林则不认为 美国重新在台湾驻军会对台湾有多大的帮助 他指出目前中国对台湾的威胁主要在灰色地带 而不是直接攻击 面对灰色地带最佳的反应不是军事部署 而是透过经贸外交等手段以此应对 让灰色地带战略付出代价 而关于美军重新驻台的讨论 也自于先前白宫前国家安全顾问波顿 呼吁将驻守冲绳的美军以防台湾 而到美国陆军大学的军事评论刊文也呼吁 唯有驻军台湾才可以阻止北京动物 都曾经引发台湾国内高度关注 中共军机近期频频倾劳台湾 台湾国防部22号表示 9月中旋到10月21号 台湾空军一共出动了3345架次的战机 以大概2对1的比例对应共惊的倾劳 而台湾国防部长颜德芳还表示 如果总统蔡英文下达动员令 台湾第一时间的防卫作战总兵力 有45万个人 并且透露台湾计划在2022年 对45万的正规与后备兵力进行训练 自由亚洲电台报导 燕德发以提升后备战力为提 到台湾立法院外交与国防委员会 发表章案报告 由于目前两岸局势紧张 国防部提出后备军人改革方案 当中提到后备部队扩充至26万人 让台湾第一时间的防卫作战总兵力 可以达到45万个人 不过对此台湾国民党立委 将启程质疑 这45万个人如果没有真正动员 以及演练的经验 难以确保他们有实质的防御能力 燕德发回应表示 后备军改革方案将在2022年启动 又表示考虑到社会秩序等因素 平时会分阶段分区进行教育召集 教育召集现行12万个人 不管汉光演习 将来会考虑朝加大造训的方向来评估 另外燕德发被问到 在美国21号宣布批准三项对台均售 而这批武器当中 有些射程可以抵达中国大陆沿岸 燕德发强调这批武器属于防卫性的武器 还表示国防部后续还有提出军构 会持续跟美防讨论 而事实上 近时为了因应解放军的频繁挑衅 台湾教招规划也进行多次讨论跟修改 中央社指出 根据台湾国防部最新规划 为了满足防卫作战打的需求 以及符合教招公平性 将为曾于8年之内参与教招的人员 检讨解除边管8年政策 而且采取后退先选的原则照训 并且判定士官以上退伍干部 将会受到就招的人员纳入边管 国防部官员解释 目前教育召集训练 将以8年4次为原则 但是列管8年之内 却没有被叫招的士兵以上退伍干部 8年之后依旧有可能被召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